來 回 這塊布 全部要的啦 這兩個真要的啦 控制現場的員警火器不小 全一位兩派人馬 在火雞肉飯小吃店吃宵夜 吃到嗆聲開打 這剛好到底是這哪一隻 這哪一隻的 這個是打人的 你哪一隻耶 你還笑我是買的 位於台中西屯區 這間二十四小時營業的 火雞肉飯小吃店 豬椅一片凌亂 垃圾桶還被踢倒 穿著火辣清涼的女子 也加入戰局 有在叫囂幹嘛 我叫囂 為什麼是我叫囂 我們都看到了 沒關係 我們都看到了 起因是兩名分別 三十三歲 二十八歲的男子 一起吃宵夜 幾杯黃湯下肚 對店內正在用餐的 兩男一女嗆聲 因酒後情緒失透 對臨桌客人 謝姓男子等人嗆聲 雙方進而發生肢體偷疑 此間火雞肉飯 恰巧臨近酒店與夜店 前來消販的酒客 不時吵架鬥毆衝突 讓店家為此在店內張貼公告 本店監視系統與警方連線 請勿姿勢 常常一直勸那個客人說 可不可以不要喝酒來這邊 稍微有一些口角就打架這樣 一直在勸說這個問題 喜爭執的雙方人馬 輕微差錯傷無大礙 全數被帶回警局 被依傷害聚眾鬥毆罪法辦 但店家也很無奈 營業場所三番兩次被當成 練拳頭的格鬥場 三天新聞 邱長 陳一姐 台中報導